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两人意外成了好兄弟 相伴十年来却因为一个热吻让两人的关系拐了个大弯 从此弯道超车在通往激情的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且看霸道脾气的小狼狗公和清高学霸冷干瘦的甜蜜爱恋 豪华宽大的包厢中正在庆祝顾家小少爷顾家瑞的18岁生日 此时他们正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班长清了清嗓子将顾家瑞抽中的纸条大声念了 找一个人和他热吻一次并深情告白 包厢里顿时向鞭炮丢进了鸡笼杂造炒人 顾家瑞神态自若地看向旁边正在吃东西的善良 两人因为一次意外在幼年相识 这么多年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了 接个吻应该不会太尴尬 他朝善良勾了勾手过来 结果得到善良的冷酷拒绝 顾家瑞露出一个略邪性的笑 过来嘛乖让我亲一口 善良脖子往后缩了锁 宛如遭到侵犯的良家妇女 别靠过来你如果敢 话还没说完 顾家瑞猛地凑上来按住他的后脑手 一个热热的吻中中落了下来 当吻落下来的那一刻 对面坐着的同学 变换成十八罗汉的布阵 齐刷刷掏出十八个手机 记录下这激情荧幕 当对一吻终于结束 顾家瑞附在善良的耳边 吹着热气说了一句 宝贝我爱你 本来还维持着清冷的善良 听到这句话不知怎么了 热红烧透了耳根 他拿起桌上的酒杯一眼睛 瞬间感到自己的手脚开始发凉 脸色应该也是一片苍白 这么多年 克制住不去想的 不敢深入思考的问题 因为这个吻 有了答案 他善良 确实以好兄弟的名义 偷偷喜欢着顾家瑞 喜欢了整整十年 聚会结束 众人逐个告别散去 善良打算先回学校 却被顾家瑞制止了 回什么学校 去我家呀 许是喝了酒的缘故 善良一张脸红扑扑的 算了吧 这么晚了 我还是回宿舍睡 顾家瑞把他扯到了自己怀疑 霸道又强势 学校已经给你请过家了 今天我声乐 你必须听我的 这是顾家的老管家和书 停一辆豪华车台 小少爷 上车吧 不得已 善良只能顺从地回了顾家大宅 他洗完早躺到大大的床上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那一吻之后 心一直蓬蓬跳个不停 竟无法再保持平静 约末十来分钟后 顾家瑞洗完早走出来 那结实的胸肌 性感的腹肌和人余线 无不透着勾人的意味 抬眼向床上望去 善良背对着他 似乎已经睡了 他没眼力劲地上前 轻轻摇了摇善良 善良转过头来 凶巴巴地说道 你干嘛 顾家瑞却一脸无辜笑 看看你睡着没有 善良没说话 只是瞟到那让人血脉奔张的身材后 尴尬地立刻转移了视线 神色不太自然 顾家瑞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挑了挑眉 好不好看 善良的喉结滚动一下 不好看 走开 顾家瑞轻笑一声 也躺在了床上 别害羞啊 你是我好兄弟 我允许你摸一下 说着竞争扯起善良的手 往自己的腹肌上抬 善良的手刚触到那热结实的腹肌 仿佛触电视地色索了一下 他赶忙把手给硬扯回来 下次把你欲袍记好了 浪里浪荡的 快睡觉 说完强行扯了扯背 逼着自己闭上眼睛 一遍遍告诫自己 不能想 不要冷静 顾家瑞看着他冷漠的背 自顾自封闹道 小没良心的 摸了我的肌肉都不认着 话说大家猜猜顾家瑞是谁的孩子 只因一个吻 男孩竟爱上了相伴十年的好兄弟 还升起了强烈的战友之欲 在钟表不停的低大声响中 顾家瑞逐渐陷入沉甸甸的睡眠 而当他睡着之后 旁边的善良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悄悄地转身 不敢喘气地看着月光下顾家瑞的睡影 和这个魅力爆棚的家伙 认识了十年了 从他的观察来看 会亲手把顾家瑞交到一个女人的手上 或许还要掩藏住自己的嫉妒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恋爱约会 拥抱接吻 一想到这 心里的不甘振振翻涌上来 善良心中有些自私邪恶的想 如果时间可以停住 如果顾家瑞一辈子都不找女朋友 那该多好啊 第二天是校运会开始的日子 在广袤的天空之下 由顾家瑞领队的高38班 正站在班级后场区等待走方阵 他气宇轩昂地坐着最后的鼓舞 下一个就到咱们班入场了 都好好走方阵了 这时主席台上的女播报员换了章纸 用更加跌宕起伏 又做做的嗓音浪胡 18班的入场狗 同时还自作主张的对顾家瑞赞美了一番 顾家瑞听到这个广播稿满头黑鞋 操 谁特么写的傻逼稿子 站在第一排的善良冷冷的瞥他一眼 我写的 有一件 顾家瑞一听是他写的 疼得一声战得更直了 写的真棒 文坛奇彩 善良心中恶寒 面色冷冷的不理他 他才不信这家伙的鬼话 不过话说回来 这稿子虽然是他写的 但他可没写领对的男生阳光英俊这样的话 估计是这女同学自己加息 真是的 喜欢顾家瑞 也没必要这么大胆 这么赤裸裸吧 还害得他背锅 很快就走完了方阵 顾家瑞不害臊地抱住善良 在他身上蹭了蹭 旁边的男同学见到这一幕开口打句道 呦 瑞哥 我怎么觉得 你们两个经过昨天那火辣的一吻 现在看起来这么激情呢 顾家瑞黑着脸切了一声 眼中带着警告意味 这时前方的老师忽然吹了哨子 让抱了五千米的同学做准备 顾家瑞从不正经地 痞痞的状态中抽出 一把拦住善良的肩膀 去终点等我 准备好饮料 善良嘴上答应得挺快 心里却在想 恐怕不用自己去 一堆女生提前一周就买好了运动饮料 等着给顾大帅哥送了 此时换上运动装的顾家瑞 已然站在了赛道上 那副极其性感撩人的肉体 让周围的女同学尖叫连连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鹤唳 顾家瑞势在必得地 摆好了长跑前的姿势 看台上的善良不再瞎想 一颗心也微微悬了起来 结果没想到顾家瑞这骚家伙 居然还有闲心转过头 朝他骚气地挑了挑眉 一个靠字陡然在善良心中冒了出来 真是皇帝不及 那啥急 自己帮他紧张 他看起来倒是放松得不得了 呼得发令枪声响起 赛场在一瞬间沸腾了起来 顾家瑞犹如叙事待发的猛兽 向着前方奔跑起来 善良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不自觉地握紧手中的水 当顾家瑞一步步向他所站的终点跑来时 他心里有一个念头猛地冒了上来 现在离高考还有一年 他决定在这一年里 要霸占顾家瑞这颗心 顾家瑞所有的关心 必须是他的 谁都别想抢 只因和好兄弟来了一个热闻 男孩瞬间明白自己早已完成了文香 当顾家瑞越过终点线的时候 善良终于有理由在所有人热辣的目光中 堂堂正正地和好兄弟拥抱 他听着耳边顾家瑞火热急促的喘息声 心怦怦直跳 这个家伙连运动后的喘息声都这么信任 他在心中默念了一万次各种数学功识 才把自己乱跳的心安抚下来 给你水 润润嗓子 顾家瑞一把脱过 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喉结上下滚动 要多性感就有多性感 善良听着周围人响彻天空的欢呼声 也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一百米 两百米 五千米 跳高 必定跳远 运动会的记录都快被你承包了 顾家瑞将人霸道地搂进怀里 露出一个骄傲的笑容 老子身体呗棒 你又不是不知道 善良面带微笑 我找却伸向顾家瑞的腰间狠狠掐了一把 就是喜欢搞这种直男追逐爱的小游戏 真是欠奏 此时已经快要十二点了 学生们丧失围成一般涌向食堂 善良和顾家瑞悠闲地走在人群后头 等到走到学校一个零零小道上的时候 一个女生在其他女生的推草下 红着脸站在了顾家瑞的面前 纠结了半天将一个盒子递了出去 学长 我一直关注你 也喜欢你很久了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善良的心瞬间悬了起来 刚下了决定 想霸占顾家瑞一年 结果没过两个小时就有人来挑战 真让人措手不及 此时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顾家瑞挠了挠头正要回答 善良却忽然出声 说话不紧不慢的 但却透着一丝丝清冷的味道 同学 我想先请问一下 你现在是高级 女生之前完全忽略 站在顾家瑞旁边的善良 如今被这么一问 心还有些谋 高 高一 善良点点头 双眸像是一汪深邃的湖水 我知道你一定很向往恋爱 可我还是想要提醒你一个事情 顾家瑞已经高三了 女生没说话 那些偷偷跟着的也是觉得莫名其妙 这人谁啊 一个男的 出来搅什么局 善良没有理会那些女生的眼光 继续不紧不慢道 顾家瑞的爸爸委托我 多看着点他的学习 我希望在这个关键的当口 他能把重心放在学习上 顾家瑞皱了皱眉 我爸什么时候委托你看着我吗 善良抬起眸子 眼神中有着郑重的意味 你别管 反正你自己决定买 话我就输这么多 话落 只见顾家瑞伸手触碰上 那个粉色的点心盒 善良心一紧 难道将顾爸爸搬出来也无济于事吗 结果顾家瑞只是轻轻用力 把这盒子推了回去 然后点了点头 郑重的说了一声抱歉 在那个女生变得失望的眼神中 拉着善良往食堂方向而去 善良一路上却心不在焉 不住的唾弃刚才自己的表现 实际上顾爸爸根本没和他说过那些话 他刚才编造了那么一堆 就是希望顾家瑞能马上拒绝那个女孩 现在想想自己真是太卑鄙了 人家女生都比他光明磊落多了 两个人就快走到食堂的时候 善良将心中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你想谈恋爱 顾家瑞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 有想过 善良自虐般继续问他 那你 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顾家瑞认真地思考了一番后 将自己的想法缓缓报复 善良听着他这些无心的话 嘴唇咬得丝紧 看吧 人家是直男 自己果然是在自作多情 他不想再理这个榆木疙瘩 自顾自地抬腿就走 男孩一心想把好兄弟带弯 结果好兄弟却想找女朋友 善良看着对面的榆木疙瘩 心里有一股强烈的冲动 真想把这个男人的狗头 按到饭里去 察觉到危险的顾家瑞 抬头不明所以地妄想他 你怎么了 善良摇了摇头 冷冷回了一句没事 但顾家瑞却不相信 十年的陪伴还是了解对方的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从刚才就开始不理我 善良轻咳了一声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把心中所想问了出来 你真想找女朋友 顾家瑞皱着眉头 觉得今天的他有些莫名其妙 以前想过 这不是很正常吗 难道你没想过 善良内心嗤之以鼻 他还真没想过 随后又听见顾家瑞接着说道 现在高三了 班主任抓得紧 我也暂时没这想法了 善良轻恩了一声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呼得顾家瑞将牛肉丸 放到善良盘里 这是他们经常性的欣慰 互相给对方加最喜欢的菜 可现在善良心气不顺 看着顾家瑞像大狗 摇着尾巴等到头位的样子 便更加恼火 把顾家瑞最讨厌的洋葱 加给他 美名其约 不能挑食 不能浪费 顾家瑞瑞含泪水 可怜巴巴地看着洋葱 善良 你不爱我了 正在喝汤的善良 差点没被枪死 靠 直男都喜欢 这么对着男生撩骚的吗 真让人受不了 转眼到了运动会的最后一天 善良路过公告栏的时候 看了一眼班级运动会积分排名 他们十八班和二十班 目前并列第一 正当他看得入神 一个人忽然推了他一下 回头一看是二十班的提问 秦磊 秦磊笑得有些邪性 看着就让人不那么舒服 话里话外嘲笑善良他们班 觉得他们不配和自己班并列第一 还下狠话说这次接力他们班拿下了 善良听着不爽 连话都懒得跟他说一句 恰巧他也参加这个比赛 还是到赛场上见真章吧 当他在赛道上做准备时 顾家瑞过来给了他的热情拥抱 并鼓励了几句 过了一会儿 随着发令枪响 赛道上的运动员几乎在一瞬间冲了出去 当看到第二圈被二十班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后 善良心里咯噔一下 但好在他善于做心理建设 心绪很快冷静下来 他稳稳地站在接力区 等待第三棒的同学 当他接过接力棒 整个人如风一般朝前风跑 跑得耳边都是呜呜的丰盛 当秦磊看到善良马上要赶上来的时候 瞳孔瞬间紧缩 心中大乱 那即将被打败的恐慌 几乎要将他淹没 脑中呼得闪过一个邪恶的想法 并付出了行动 他的手肘趁着转弯间系 往善良腰间猛然一戳 善良瞬间失去了平衡 脚下一个裂剪 砰得一声砸倒在地上 那露在外面的膝盖和小腿 顿时被划开了口子鲜血支流 虽然腿上的伤让善良痛得紧重眉头 但他不甘心 心中一股怒气暴腾而出 在电光火时间爬了起来 迈开了鲜血淋淋的霜 继续向前疯狂奔跑 不痛吗 当然很痛 但是拼了命也要忍 明明自己般的胜利就在眼前了 就因为秦磊的一己私欲而毁了一旦 这对善良而言是绝不能容忍的 他绝对不要输给这种人 善良仿佛感觉不到头 迈着双腿朝前疯跑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终于 他最后能赢得比赛吗 男孩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没有父母的疼爱 在这样的情感缺失下 造就了他无比执拗 宁死不回头的性格 明明十八般的胜利就在眼前 却因为卑鄙小人的一己私欲 而用了肮脏的竞技手段 这对善良而言绝对不能容忍 他仿佛感觉不到头 迈着双腿朝前疯跑 可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就算自己已经用了全力 可摔倒的那一下耽误的时间 终究是没能追赶回来 虽然最后输掉了比赛 但他不服输的表现赢得了满堂喝彩 顾佳瑞第一时间从看台上跑过来 看到善良腿上触目惊心的伤口和血迹 脸色都变了 也没说什么 直接弯腰把人给横抱了起来 走 带你去校医院 善良点点头 他到这个时候才感觉到 腿上的痛是这样剧烈 当路过秦磊的时候 顾佳瑞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那眼神充斥着暴怒和警告 就像一只霸道的老虎 正在把猎物狠狠撕裂 这样危险的眼神 让秦磊不由地哆嗦了一下 心中生疼起浓浓的不安感 顾佳瑞没有理会他 目前善良的伤口最要紧 到了校医院 医生准备先给伤口消毒 顾佳瑞站在旁边 神色非常不好看 健壮 善良愧疚地低下头 轻轻说了一句对不起 顾佳瑞瞪圆了眼 显然气得不轻 对不起什么 因为没跑过秦磊 我告诉你 要是因为这个 那我今天不止收拾秦磊 我连你一块儿揍 善良正想说话 但此时医生已经开始给自己消毒 伤口因为受到刺激 疼痛感猛然泛起 让他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冷气 面目睁鸣起来 顾佳瑞瞧见这一幕 气势也顿时软和下来 紧张地蹲下来 你要是痛 就咬我的手 善良本来想拒绝 可是痛得太厉害 忍不住张口咬住了顾佳瑞的手 旁边的笑意不由地感叹道 你们俩真是好兄弟啊 一个咬 一个心甘情愿被咬 等他消毒完毕 对善良悉心地叮嘱了几句 主要让他这段时间减少走路 最好让同学牵着走之类的 善良听后嘴唇动了一下 嘴硬地表示自己一只脚可以 顾佳瑞咯吱咯吱地咬着牙 你少给我倦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去哪儿都有我背着去 善良看着顾佳瑞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知道现在反驳也没有 只能顺从地答应下来 当医生要给他包扎时 顾佳瑞呼地开口说道 我出去办点事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善良一听有些着急 迅速地拉住了他的手 你去干什么 顾佳瑞转过身 眼神是无比的坚定 我绝不可能 看着你被人欺负 说完在善良担忧的眼神中 大步地走出了校医院 什么叫做传说中的十八班舞异 当顾佳瑞回到运动场的时候 他们十八班和二十班的同学 宛如菜肌护卓 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执 特别是五大气同学 瘦弱的身子释放着巨大的音量 像个人形喇叭 顾佳瑞推开围观的人群 走入风暴中心 看着面前一脸傲气的秦磊挑了挑眉 你怎么说 秦磊手紧缩了一下 但仍旧强装镇定地表示 运动员还是得有体育精神 既然善良自己摔倒了没跑到低 那就得认输啊 顾佳瑞听着颠倒黑白的话 吃笑了一声 如果我们就是不认输呢 你们打算怎么办 秦磊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们能不能认清现实 别做梦了 刚说完他们班的女生 也忙着下巴回声复合 至此两班新一轮的舌战再次展开 还是旁边的体育老师出声 将双方叫停了 让他们先回去 秦磊眼神阴了 咬了咬牙 转身要走 却听见顾佳瑞忽然对老师说道 老师这是运动会最后一场比赛 等会儿就闭幕式宣布比赛结果了 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得有个定论 体育老师疑惑地妄想他 你的想法是 顾佳瑞的眼神瞄准了秦磊 既然我们两个班现在谁都不服 那不如趁现在 重赛一场 重赛一场 两个班的同学面面相去了一番 照现在这个形势看 两方都不服气 重赛一场确实是个办法 体育老师挠了挠头 和旁边几个领导轻声说了几句话 而后转过来 就你们两个班重新来一场 二十班谁上 秦磊眼珠子转了一下 在自己班挑了三个最强悍的体育生 他挑衅地看了一眼十八班 文科班男生少 体育强的更是没几个 看你们用什么针 顾佳瑞冷眼瞧着他那副得意的剑表情 我们班 我上 这时许云天从后面走出来 瑞哥 我跟你一起 顾佳瑞点了点头 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班其他的男生 在二十班这么强悍的阵容下 他们恐怕招架不住 想到这他决绝道 行了 我们班就我和许云天 体育老师很是惊讶 不由自主地又问了 再次得到肯定答案后 你就随他们 十分钟后 随着裁判员吹响哨子 比赛正式开始 看台的欢呼声如雷响 赛道上的比拼也是无比激烈 许云天跑前两圈 由于第二圈爆发力不够 被二十班拉平了距离 可当他把接力棒传递到顾佳瑞手中的时候 一切都变了 顾佳瑞仿佛变成了荒原上精壮的豹子 用最原始最野性最蛮横的力量 一往直前 在赛道上的秦磊眼前顿时一黑 煮熟的鸭子居然就这么飞了 就这么飞了 此时顾佳瑞带着十八班的男生 站在终点处对他比较大拇指 而后大拇指倒转 往下狠狠一戳 无声说了两个字垃圾 秦磊顿时贪软在地上 满脸愤恨不甘心 这是赤裸裸的鄙视 顾佳瑞邪笑的走过去 眼神霸道而狠斥 秦磊 我过来是想告诉你 赛场上赢了你们 是为我们十八班证 但是你推倒善良 害他受伤这时 给我等着 说吧 他把班门钥匙抛给许云天 等会儿你帮忙带队回班 你去干什么 顾佳瑞回过身 那比例完美又皆是强劲的身影 在光影中格外移 我去校医院照顾善良 男孩刚明白自己喜欢好兄弟 对方就邀请他一起 构建两人的爱潮 顾佳瑞小心翼翼背着善良回了教室 他刚把人放下 就马不停蹄地要去食堂 给好兄弟带饭 善良不想给卡添麻烦 下意识地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想吃 顾佳瑞洋装凶悍 声音都调高了许多 小崽子你再说一遍 医生刚跟你说的话 你都当尿滋出去了 让你补充营养 你还敢给我饿着 善良见着正儿八经 不知霸道的模样 心想看来这顿饭 是不吃也得吃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饭卡 甩给顾佳瑞 行了 别吵了 我吃 顾佳瑞这才满意地 责了一声 啼里啼气地朝外头走去 善良趴在桌子上 看着那挺直的脊背 不由地生出一股庆幸 还好 高三才刚刚开始 自己还能再拥有顾佳瑞一年 此时微风袭来 拨动了那根心弦 善良极不可耐地抓起笔 在便利贴上刷刷 写了四个字我喜欢 他想把这张便利贴头 偷塞到顾佳瑞的书桌里 然而沉默了两久 他摇了摇头 这个字迹一看就是自己的 不行 随后他又模仿着 小女生的可爱笔记 重新写了一张 想着这样应该就看不出来了 虽然也不是真的想表白 但用这种方式 至少可以稍微抒发一下情绪 就算顾佳瑞不知道是谁的 也没关系 至少他曾经看到过 下午随着晚自习的铃声响起 班主任关云身着一席 现代旗袍优雅地走到讲台上 他今天主要是让学生 看看运动会前的 时效联考成绩 当成绩表展现在大屏幕上时 善良紧绷的心略微安定了一下 没有意外他依旧是低迷 而顾佳瑞心情却没那么美丽 排名正好是全班倒数第五 他在心中狠狠地操了一声 这怎么还能比上次退步了八名呢 完了完了 这次回家 铁定要被老爸骂了 这时关云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关于这次考试 等我拿到具体数据后再专门详谈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稍后会有新的同学转到我们班里来 他之前在外省 现在想转回本省参加高考 到时候大家互相认识 尽快让新同学融入集体 好了 大家自习吧 等到班里安静后 他将顾佳瑞叫出去单独谈谈 倒也不是训斥 而是为顾佳瑞的成绩支了个招 班里的陈晓云这次足足进步了九年 他在开学的时候向我申请搬出宿舍 学校附近租房子住 这样他可以不受宿舍吸灯的限制 比别人多学一会儿 我推荐你这么干 时间很紧 你只能再逼自己一把 顾佳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我考虑考虑 关云鼓励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了 你先回去吧 回去的时候把五大气那个不知死活地给我叫出来 随后五大气脸色煞白 仿佛上行场一样走了出来 顾佳瑞坐在位子上无聊的瞎想一会儿 忽然伸手戳了戳善良的背 我想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 你想跟我一块出去住吗 出去住 善良一时有些猛逼 顾佳瑞则表现得跃跃欲适 对 在校外找个房子住 就咱俩 去不去 善良的脸一下子骚红起来 不知如何是好 干巴巴地回了一句 那你让我想想 有小心思的他会接受这个邀请吗 当案内的人邀请你供助艾巢 你会作何反应 顾佳瑞听从老师的建议 打算搬出宿舍到校外局 但一个人有点孤单 便鼓舞善良一起 面对着突然的邀请 善良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见状 顾佳瑞以他腿脚不变和是不是好兄弟相邀请 死缠案打 威逼力又求善良同意 最后善良被折磨得无可能 只能答应下来 顾佳瑞这才满意 手指灵活地转着 转得跟个风火轮式的嚣张 随后他从桌子左上搅叠的一堆资料里 抽出一张卷子 暗场里先写下自己的名字 结果笔相当不给面子 写了两话没水了 坐在前面的善良 突然听到他发出一声疑惑 这个是什么 善良心咯噔一下 想着应该是发现了自己写的纸条 虽然他知道顾佳瑞不可能认出 这是自己的笔记 但心中却依旧紧张 他略带心虚地问了一句 怎么了 顾佳瑞耸了耸肩 又被告白了 我连是哪个女生都不知道 上边就写四个字 你说这不成心动我吗 说着 他手轻轻一扬 很随便地把纸条扔进了垃圾桶 善良握笔的手微微一紧 在心里一边便对自己说 没关系没关系 无论怎样 他看到过了就行了 想到这他的眼睛 偷偷瞄了一眼那狭窄的后桌 那还有一张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 或者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他这边正想着出神 教室的前门忽然被扣了两下 关云捋了一下 前额的一小里头发 请进 一个背着书包的女生走了进来 班里人的目光顿时 被这突然出现的女孩子吸引住 关云一见那女孩 眼中浮现点点笑意 通过他的介绍 大家知道了这位 就是刚转来的新同学赵思雨 赵思雨也不胆怯 友好的和所有人打了声招呼 而底下的顾佳瑞 却整个脸皱了起来 暗骂了一声 我靠 善良往后靠了靠 怎么了 你认识 顾佳瑞的反应很大 我老爹公司里一个部长的女人 我告诉你啊 你可离他远点 他这人特傲 特凶 他们这边说着悄悄话 却没想到讲台上的关云 正把赵思雨安排到了善良旁边 赵思雨刚坐到座位上 就看到了顾佳瑞 阴阳怪气地说道 呦 这不是顾佳小太子爷吗 顾佳瑞挑着眉 没说话 赵思雨倒也没再继续 礼貌地向善良再次做起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赵思雨 善良听下了写卷的歌声 高冷地回了两个字善良 赵思雨伸手把自己柔顺的 非常话撩到耳后 眼眸如水 样开了笑影 名字真好听 善良点头说了声谢谢 也没多言 转回头继续写自己的卷子 赵思雨看着善良的策略 忽然笑了笑 眼中划过一丝一样的神采 你知道学生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吗 那榜上必然有一种名叫 孝训通的玩意儿 只要出了任何的成绩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即刻把成绩发送到家长手机里 毫无意外地 刚用实力夺得倒数第五的顾佳瑞 因为那该死的笑讯通 当晚就被叫回了顾佳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严肃批评 批评过后 顾富恨铁不成钢 斩钉截铁地让他按照关老师的要求 搬到校外去居住 多花点心思在学习上 顾佳瑞爽快地同意了 不过提了个要求 要带上善良一起 想着善良这孩子人品不错 学习也好 他们俩一块的 心许还能激励着顾佳瑞用心学习 顾富沉思片刻就同意了 第二天傍晚 在和书超强的执行力下 顾佳瑞已然站到了租好的双人套间内 看着略小的空间 眉头紧皱已是不满 但就像善良说的 他们是来学习 又不是来干什么的 空间够用就行了 他一头倒在床上 虽然心里仍不满意 可这床的软硬程度倒是挺合心意的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窄 他坐起身来 沈氏的眼光在两张床上打了个转 而后忽然伸出手 一发力 把两张床给推到了一起 瞬间合并成了一张宽大的双人床 看着自己的杰作 满是嘚瑟地对善良说道 这样好多了 以后咱俩就这么睡 善良因着自己那点不为人知的小心思 觉得这样不太好 顾佳瑞却一副不允许拒绝的霸道模样 就这么决定了 一张床睡有什么不得了的 你又不是女孩子 不是女孩子 就不用避嫌吗 难道不知道世上还有同性恋意说吗 善良在心中这样狠狠反驳 可他到底也没有拒绝 也许心中 确实有那么一点窃喜和蠢蠢欲动吧 不一会顾佳瑞从外面拎回来两个大袋子 我买了炸鸡和啤酒 来庆祝我们搬进这小破屋的第一天 善良望向那四个大男人都吃不完的食物竟更多了 这么大的分量 你当这是喂猪呢 顾佳瑞一把将人揽到自己怀里 有什么关系 反正买都买了 就好好地放肆一回吗 善良感受着近在咫尺的气息 郑玉在说些什么 就听见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顾佳瑞以为是房东 结果一开门竟是个头发稀疏 带着厚厚镜片像教授一样的人 通过老人的自我介绍 才知道他叫杨国斌 是华大数学系退休教授 受顾佛的委托来给顾佳瑞进行一周三次的晚间补合 同时对顾佳瑞的学习生活进行监理 有情况及时向顾佛反馈 顾佳瑞的眼睛顿时瞪大 真没想到他爸竟和他来这招 随后又响起桌上的垃圾视频 故意放大了声音 老师 老师好 那什么 相伴十年就是有这种默契 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善良 急忙把东西拎到床上 给他们盖上温暖的被子 等杨教授走进屋子里的时候 善良安静地坐在床边 心虚地叫了一声老师好 顾佳瑞也顺势坐到他的旁边 挡住床上的凸起地方 本以为会蒙混过关 谁知杨教授鼻子灵敏 闻到一股鸡味 顾佳瑞和善良宛如晴天霹雳 难道两人会被当场抓包吗 狼起竹马来 掉床弄青梅 顾佳瑞为庆祝和善良 即将开始的同居生活 各地买来了炸鸡和啤酒等各种人事 没想到迎来了未不速之客 华大数学系退休教授杨博斌 受顾佳瑞父亲的委托 前来给他进行一周三次的晚间补课 同时对他的学习生活进行监督 反应过来的顾佳瑞一边 有意阻拦杨教授敬喻 一边故意大声提醒里面的善良 两人不亏是相伴十年的好兄弟 善良虽然不知道外面的详细情况 但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急忙把两大包零食塞到摊开的被子下面 可杨教授的鼻子非同凡响 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鸡味 顾佳瑞张口就开始瞎边乱到企图蒙混过关 我这朋友刚才回来的路上路过养鸡场 身上沾味了 说着还凑到善良身上闻了闻 善良面上保持着淡淡的笑 心里却气很了 他手悄悄伸到顾佳瑞大肚处 狠狠地掐了一把 疼得顾佳瑞宛如触电般浑身一击零 但顾及到眼前的杨教授 愣是没坑一声 等开始补课后 他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眼睛盯着老教授动来动去的嘴巴 手却在桌子下 带着一丝紧高的欲眉 摸上了善良的大腿 善良觉得有些尴尬 耳根子微微地红了 他动了一下身子 想震开 谁知道顾佳瑞这混账玩意儿居然这么恶巴 不但用手按着不让他动 还趁着这个空档 在他的大腿上玩笑般地摸了一下 杨教授在前面讲得如痴如醉 可此时的善良 却像是在听午夜成人电台似的 真是够够的 而顾佳瑞那只手不依不饶地还缠着他的腿 更过分的是竟然开始往某处袭去 善良条件反射地叫了一声 不要 正在讲课的杨教授惊讶地抬起头 你说什么 善良手心出汗 心里发慌 却依旧保持冷静 用小小的数学问题搪塞了过去 杨教授点了点头 继续往下讲 善良这才长述一口气 转头愤怒看了顾佳瑞一眼 都是这个混球 害得自己差点露血 既然他喜欢玩 就玩个够 善良咬咬牙 手带着复仇的火焰 直直地袭击了顾佳瑞的小魔 当他碰到的时候 他的脸却忽然更红了 没想到小蘑菇居然是在兴奋状态 而他的主人被善良这么一碰 像是有电流痴痴地驯循过全身 不由自主地压出了声 杨教授第二次惊讶地抬起头来 你们两个在大马 他两人像犯了错的小学生 尴尬地垂下头 不知道该说什么 杨教授摇摇捅 继续讲课 等到讲完今天的内容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临走时他特意和顾佳瑞嘱咐了几句 希望以后不要在上课的时候 在桌子下面搬手 顾佳瑞挑了挑眉 没想到老头还挺纯洁 他急忙借颇下旅 保证不会有下子了 随后两人目送杨教授离开 当门喀大一声被关上的时候 邪魅一笑 小没良心的 刚才玩得挺欢了 暗恋是紧握在手中的玻璃渣 很痛却不敢说 善良和顾佳瑞 因为刚才互相捉机的小事情 两人像疯了似的在床上嬉笑打闹 忽然身下传来咔嚓咔嚓的脆响声 善良急忙推开顾佳瑞把被子掀开 只见刚才还一尘不染的床单 此事已被黄油轻染 而几只烤鸡也已然粉身碎骨 他表情有些绷不住 努力憋着笑 滚来滚去 这下好了吧 你的鸡碎了 顾佳瑞听出了调侃之意 像是一只被挑衅的狼狗似的汪汪反驳 你的鸡才碎了呢 这下没得吃了 可孤儿院出身的善良 从小到大一直被教导要珍惜食物 因此不敢浪费 炸鸡我们就将就着吃吧 别浪费 还有这床不清理干净的话 今晚怕是没法睡了 说完便开始整理床铺 旁边帮忙的顾佳瑞 见到此情此景不由的感慨了一句 你现在就跟我老故似的 特贤惠 善良的手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 但他依旧保持面上的清冷平静 谁要当你老婆 我是男的 顾佳瑞没察觉到不对劲 还乐呵呵地继续说道 你如果是个女的就好了 那我今晚就把你拿下 明明是很暧昧的话 可善良的心却是酸酸的 可惜他永远不会是个女的 等收拾完后 两人坐在沙发上开始喝啤酒吃炸鸡 顾佳瑞慵懒地靠在沙发上感受着威风 这次没庆祝好 等你生日的时候 我再给你好好操办操办 善良听闻嗤笑了一声 我生日有什么好庆祝的 那只是一个假的日期 我真正的生日我自己都不知道 当年她大晚上被生母丢在孤儿院门口 没名没信登记户口的时候 孤儿院奶奶就把捡到善良的那一天 当作了她的生日 顾佳瑞自觉失言 随即沉默了下来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 也可能是往事的缘故 善良眼睛忽然有些酸涩 如果能倒回二十年前 我倒希望我那个从未磨面的妈 别嫁给我那从未磨面的爸 这样我就不会被生下来了 我其实一点都不想来到这个世界 顾佳瑞听得心里酸酸的 情不自禁地拥抱住她 好端端地干嘛这么瞧不起自己 过去十年 我要是缺了你还真不行 善良感受着她的温暖 带着一丝期待忘了她 那会不会有一天因为别人 我们两个的关系慢慢淡去 直到最后失去联系呢 顾佳瑞心头一挤 伸手在她脑袋上摸了一下 想什么呢 咱俩什么关系 别人能比吗 善良喝得有些微虚 比平常更加的大胆 那要是别人误会咱俩是一对了 顾佳瑞妥妥的钢铁之男 大大咧咧地表示 误会就让他们误会去 我跟你好 跟他们有个屁关系 反正咱俩清清白白 别人说也不怕 善良听闻不再说话 他才不想跟顾佳瑞清清白白 最好两人混成一团 难分彼此的相片 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以你之长补我之短 而后雨寒末带菊花催 一江春水向东流 但这些话不能说也不敢说 怕说了连朋友都做不成 在痛苦而孤立无援的少年时代里 在漫长而黑暗冰冷的十几年人生中 对于善良而言 顾佳瑞就是他唯一的光芒 小卓过后 两人钻进了同一个被窝 顾佳瑞像个大狼狗似的 把善良整个人抱在怀里 嘴角带着满意的弧度 等待沉入梦境 而善良却睁着眼睛 心里不住地唾骂自己 你可真卑鄙 总是用可怜巴巴的身世 来讨得这个人的怜悯 来获取他加倍的关心 来让他主动缠着你 可看着房间黑暗的角落 又忍不住为自己开拓 他也只是想多得到顾佳瑞的一些关心 来让他知道 还是有人在意他的 借此来安慰他 消解他的负面情绪 顾佳瑞敏感地察觉到善良的不安 别再胡思乱想了 就这么乖乖被我抱着睡觉 就像咱小时候一样 善良听到这话思绪不由地回到小时候 那时顾佳瑞就是这样 一直充当着保护者的角色 有人来欺负自己时 他直接一个凶猛的情敌拳 把人给制服 让人知道 善良有他顾佳瑞护着 谁都不准动 现在想想 这一路以来 顾佳瑞和光一样 照亮了自己整个孤立无云 漫长黑暗的人生 想到这 善良像一只寻求温暖的小兔子 在顾佳瑞的怀抱里钻得更深 第二天 顾佳瑞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停在了善良的面前 这是考虑到善良腿上的伤 专门为其买的 善良本想拒绝 可奈何顾佳瑞非常固执 最后只能动跳了过去 跨坐在后座上 他唇角微钩 手臂交叉 还住了顾佳瑞性感的腰肢 还坏心眼的狠狠揉了一下 那坚硬的腹肌 顾佳瑞触电班哆嗦了一下 你小子够坏啊 性感吃我豆腐 别废话了 开车吧 善良把头靠在了顾佳瑞的背上 多希望时间能定格在这一刻 可学校的路就那么短 很快两人就坐在教室里了 旁边赵思雨高傲的声音顿时响起 来得真晚 你们俩昨晚干什么去了 顾佳瑞跟他不对付 哼哼了一声 要你管 两人如小学几乎啄了一会儿 忽然 赵思雨将一笼小笼包递到善良面前 我这儿还有小笼包 没吃过 善良 你帮我吃了吧 好不好 结果善良还没说什么 顾佳瑞直接替他拒绝了 赵思雨皱了皱眉 你干什么 我又没让你吃 顾佳瑞语气加重 轻轻勾住了善良的脖子 顾佳瑞没理他 而是用一双黑漆漆的毛子直勾勾盯着善良 善良本来也不是狠 因此脸上带了一份礼貌和疏离 谢谢你的好意 我不饿 你给其他同学吃吧 说完便不再理会二人 转头认真读书 阳光透过窗把善良的侧脸线条照得发亮 他白皙的皮肤在光芒下更显得通透 唇红齿白 少年感十足 赵思雨的眼睛由不得往他的方向歪了一下 他发现 当年那个可怜巴巴寒酸兮兮的小孩 已经不一样了 变得有光彩了 在学习上碾压众人 努力又认真 在生活中略微有些轻恶 对人礼貌但总有些距离感 这样的男生正是他最喜欢的心 身后顾佳瑞促而不自知 见他一直盯着善良有些脑虎 看什么看 赵思雨切了一声 满不在乎地看了他一眼 那意思是说 要你管 咱就说情敌见面就是分外眼红啊 世界上只有一种取向 那就是心之所向 善良由于腿上受伤 不便运动 在关云老师的批准下 免了做操 他看着班里的人 陆陆续续地走出去 抽出一张数学卷 打算先把大屁做了 刚写下一小行 就发现自己弄错了公式 翻了翻笔带 修正带正巧用完了 他抬起头 看到最后一个冲出班门的五大器 便大喊了一声 大器 你修正带借我用你用 五大器急着下落 留下一句自己拿 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善良摇了摇头 伸手去拿五大器的笔带 可他的腿不利索 身子刚微微一悬空 就感到腿上一阵疼痛钻来 手一颤 拍着的笔带掉到了地上 他急忙弯下腰去捡 却发现笔带的暗层中 有东西掉了出来 善良看着这些东西 瞳孔猛然一锁 这些全都是偷拍 许云天的照片 他赶忙捡七笔带 及那些照片 心中的震惊不断翻语 五大器的笔带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许云天的照片 还大多是偷拍的 善良的脑子一转 心里即刻产生了一个想法 该不被五大器也喜欢的人吧 这个想法一直盘旋 在他脑海风 以至于早操作晚 班上人接二连三回来时 他像是着了摩世 把目光头向五大器 这小子班里人 送外号小仓鼠 平时总是嘻嘻哈哈不震惊 是班里的快乐源泉之一 想到这又看向 和顾佳瑞勾肩搭背的许云天 人长得又高又帅 性格也延慢 之前谈过两任女朋友 看来看去愈发觉得 他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像是仓鼠和老虎 还是同性的 根本就没法混到一块 连跨物种杂交都没的可能 正在他想的出神时 嘴里呼的就被顾佳瑞 喂进一块饼干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刚给你买的 你喜欢的小熊饼干 你说 我是不是像你爸爸一样照顾你 善良嚼着饼干 云淡风轻地瞥他一眼 少废话 数学卷子写好没有 等会数学课抽问 顾佳瑞顿时瞪大了眼睛 暗骂了一句 似乎还心不在焉 眼睛偶尔往许云天身上瞥一眼 许云天全然未察觉 他走到了顾佳瑞身边 巧声说了几句话 只见顾佳瑞狠狠地打了他一拳 笑着说了一句 你晓得 可以啊 连他你都敢追 善良皱了皱眉 心中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正要往下听时 上课领想了 数学高老师一脸严肃地走到讲台上 今天不讲昨天的作业 我们分析一下上次的联考卷 说着凶狠的目光投向五大气 这杰克你不要做着了 就占一杰克 你自己看看你的联考成绩 像话吗 五大气一听 脸色立刻由红润转向煞白 但嘴硬地回了三个字不像话 高老师火气蹭蹭往上涝 恨铁不成钢地将人赶到后面站眼 五大气委屈巴巴地拿着卷子往后走 只是当他走到许云天旁边的时候 也不知许云天是有意还是无意 忽然伸出脚来 犯了他一下 在周围同学的轰笑中 一个重心不稳 整个人狼狈地跌在地上 五大气红着脸爬起来 拧了名字 终究什么都没说 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站在了教室最后